明星红毯同框太虐了 有人是公主有人是女王 当杨颖和高圆圆红毯同框 两个肤白貌美的大明星 无疑是杨颜的存在 但当高圆圆和红毯杀手李小冉站在一起 皮肤白皙的李小冉好像自带美白 瞬间将高圆圆衬托得暗淡无光了 更别说皮肤略显黑黄的流淘 董洁和景田乘船亮相 董洁一袭白色深比李福大方展示身材 没想到大家的目光却被旁边白到发光的景田吸引住了 银色挂博礼服凸显漫妙曲线 一举一动展示优雅一态 不愧是娱乐圈唯一的人间富贵花呀 果然好的一态才是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霓虹杰和赵露丝在红毯上撞衫 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种不一样的美 霓虹杰自信大方 身材和气质相得一张 显得风韵犹存 赵露丝可爱俏皮 却输在了一态上 脖子上的斜方肌有点明显 其实在出演传闻中的陈千千时 赵露丝就因体态饱受诟病 女演员没有脖子 女演员斜方肌好大 女演员没有下巴 所以我最开始就想着说 怎么去改善一下体态 就是受贝打开我们的肩颈 然后去调整一个正常的一个站姿 就是把这个就是变成习惯 好在赵露丝认真改正体态问题 每天还会被两小时的贝贝加 如今她腰杆笔直一态落落大方 每次亮相都能杀风全网 怪不得白露还在剧组就带上贝贝加 要知道她还有过被吐槽 像汤姆猫的时候 我脊椎可能不太好 就是我可能平时站姿位 之前也没有那么去管理自己 也不像现在这样 就开始有点想要改善我的体验 如今白露一态大变样 一个背影都能让人一步开眼 薄薄的仙女背和直角尖 简直太闪耀了 原来好的体态 真的能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 我们小时候都是在贝贝加 其实在你整个人挺直的过程中 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挺拔 陈兴旭不愧是穿贝贝加长大的男人 走起路来气场全开 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巴上 带了你的贝贝加来吗 对 陆兴和暴改男团爱动 果然没人能拒绝老来翘的妹妹 飞上贝贝加 贝贝加就像新的女人 就是谁说挺拔头 一直以为自己的体态是正常的 今天被朋友拍的视频惊到 再看贝贝加的使用者 走起路来神采依依太大方 气质真的太绝了 我平时就会穿上贝贝加来提醒自己保持肌肉静 好气质真的可以让你受益一声 快来和明星们一起打卡 每天两小时贝贝加吧 这款就是白露从去年带到今年的 包括张于西去参加浪姐带的也是这一款 很多人一坐下来就习惯性的翘二郎腿 弯腰功倍 时间久了不仅形成不良体态 还会影响健康 除了日常的体态锻炼外 我们还需要搭配贝贝加使用 带上它一拉一贴 胸腔和肩膀有明显的打开感 就像健身教练帮你开肩的那种感觉 时刻提醒你保持良好体态 你只要坚持 一周就会看到机态有很明显的变化 轻轻松松拥有好气质 慢慢的养成习惯后 你会发现平时身上的那些酸痛问题 也会得到改善 穿上直接变气质女神 想要悄悄变美的姐妹 赶紧行动起来吧